生活,有时感觉莫名的心烦,心烦的时候,最好的是沉默,不必喝酒,出去走走,那小鹿和树林,那天空和海滩,那山峰和淡云,就在身旁,不必多怨,言多不适,只一本书,在阳光下,微笑着面对一切,聆听一切,不必伤怀,曲折有度,也许过了就算了,算了就消失了。 生活,有时真的让人无语,让人心碎,有些路,不想走也得走,跪着也得撑下去,有些事,不想做也得做,流着泪也要做好,有些情,舍不得也得放下,哪怕心在痛在苦,总拍包奇迹,总去梦想,总想着梦醒了一切会变,因为只能接生,没有所谓的来世。 其实,原来原去的各种滋味,只有岁月懂得,也只有自己深深懂得。 生活,有时候,其实很简单,一份发自内心的微笑,对自己,对他人,对整个世界,一种清淡如水的心态。 对苦难,对幸福,对整个人生,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,有故事,有梦想,有难以言说的情怀。 坐在阳光下,静静的凝望,静静的灵清,静静的品味,你会发现,生活着,品味着最美丽。 生活,总是在最苦最难时再放美丽,相信生活,当一扇窗关闭的时候,另一扇窗已经悄然打开。 珍惜生活,生活的背后是生命,生命的力量是自信是坚强是执着,人,不过一年土,命,不过一瞬间,活着,就要学会放弃,学会珍惜和成长,活着,就要努力去证明自己,去不懈的追求,去默默的付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